那是 紫鳳姑娘 怎么了 好重的血气 那是 有人在施展万邪玄平之法 万邪玄平之法 那是鬼道之徒 召唤玄魔时 所用一种凝聚四方邪气的妖术 被遭到这世上的玄魔 有魂无躯 不能久存 却得准备平身之体 以为龙魂之气 然而 有资质为魔神平易的人不多 因此有时 以此法聚邪气为体 那魔魂得以暂时平易 原来如此 此法是暂时 会吸聚四方邪气 有所聚邪气强弱 可自私处者修为高低 而有现在这个邪气之强看来 只怕是令尊 是我爹 难道 是我爹在对风姑娘 只怕银公子料中了 令尊承言道 要对风姑娘 施展分魂大法 而在幼初吃油天魂之前 却得准备一个 协力构想的平体 这也是意料中事 只风姑娘 咱们得去救她才行 分魂大法 也有差错 唯一的下场 就是魂魂魄灭散 非得敢在完成邪法之前 阻止她不可 咱们大狐小叫的 有敌人偷袭吗 不是的 那是 好重的邪气 好像来自西北方的不远处 这是怎么一回事 真音大师 能有这邪气找到所 所其 找到其所在吗 大平真 诗诗鬼之处追踪看看 这些诗鬼对邪气最是敏感 既然这股邀气如此强烈 因无找不到之理 那就有劳大师引路了 诸位 我爹 不顾风姑娘的性命安危 正在具邪气为题 准备以分魂大法 将她甜蜜的吃由天魂引出 我求各位 看着这些日子的来 的同伴之意 做我一臂之力 咱们一起 去杀退我爹 和嗜血 将风姑娘救出 这成什么问题 你脑地 你太见外了 在场诸位 有谁不去的吗 殷公子 我知道你急于旧风姑娘脱险 但是 请先听小女子一言 公文指风姑娘告简 之前那人 沾出你得见之后 会有莫大凶险 而且这凶险与你命缘 交缠 殷公子 请出小女子名言 如今要去搭救风姑娘一事 就是你命中的大凶险 此行结果 是疾是凶 善难欲料 但若你注定逃不过是恶 只怕此行 会是有去无回 虽说命运早有注定 但借占补之力 屈及辟凶一股不可 殷公子 过了这个难关之后 咱们再施搭 施搭救风姑娘之法 翻为上策 话虽如此 但焉之风姑娘 能否活到那个时候 之风姑娘 久要之听一意后 她远可在华上 安安稳稳地 但她的四项门掌门 但她 为了助我完成心愿 一路随行至此 以致遭死凶险 倘若我畏惧命运之定 不去救她 而使她遭到不测 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 之风姑娘 我明白 你也是为了我好 但不论如何 我不能负她 愿神剑能借我天威 破邪 退敌 只要能救她平安脱险 我就别无所求了 欣贤弟 你说那什么上计划 大伙都要跟你去拼命了 什么鸟屁天命的 就先别放在心上了 是啊 所谓事在人为 能定胜天 如果凡事都顾前卫为 岂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 多谢各位鼎业相助 这下感激不尽 之风姑娘 这下不知情众 一意孤醒 有负你的后裔众望 只能轻眼在此 静待片刻 只要我们已救到风姑娘 便立刻毁掉此地 与你会合 我若不亲自跟着去 我怎么安得下心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听劝 只是 该说的话 还是得说 也罢 千算万算 不如天算 多言无益 咱们 这就去救人吧 啊 之风姑娘 你 你也要一道去 哼 想来 我会跟你同行一试 说不定 也是我命中难逃之恩呢 事不宜遲 咱们就就动身吧 正义大师 我烦请你作法引路 哈哈 这就交给评审吧 嗯 写起资源 就是这里了 这里是 玄海 光天台 在地界唯一看得到日月光环的地方 该不会是 看 见晓尔风姑娘在那里 爹 愈何 平儿 来的 邪取剧炼已成 分魂之以虚拟变革开始 倘若你担心已发失败 正趁此机会 见他最后一面 爹 还要求你放过月儿 只待焚魂大法一出 神死成牌立判 平儿 烧鞍物照 你就尽待结果吧 归正还义 双魂一分 隐神隐魄 画金练脆 三元举灵 五名玄返 幻嫁一瓶 结令神魔 这小姑娘的魂魄于持有天魂 龙魂纠结之痴 莫非这小姑娘 也有幽毒易卒的血脉 爹 爹 还要求你住手 分魂大法继承 其事已不仁止 且慢 这小姑娘 只有听魂之那吸取 贫瘠的邪气 难道她是 何等 何者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风姑娘她 月河 这就叫做无形插柳吧 这小姑娘的魂魄 和持有天魂 及时相合 分魂大法起的反效果 持有天魂的宝色 邪气之后 居然露出她的神观灵雀 真是你能一想扑道啊 九一千尊 是谁 带着九一千尊之剑 刚当上无证原遇提者 那命来 糟了 殷公子 风姑娘 不 这又是冲着神剑而来 有了神无破的天魂 并无心之可言 但直击了当年 被神剑锁伤 关入九孕之里的屈辱 与痛苦 全民本能地 将你视为仇敌 那我该怎么办才好 难道 难道非与她道歉相向不可 殷公子 之前挂下显示的莫大雄血 小妹就会指这个了 既是凡然漏区 得其极限 得凭尸体的持有天魂 也绝非熏成了敌手 我知道你绝不情愿 对她动手 但你该明白 入境的她 已经不是原来的风姑娘了 今天的卤色法 杀对持有 只怕 咱们无一人全身而退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相信 一定有方法可以换回月儿的 就算是有 此刻的持有 也不会乖乖地听到我们 死死 殷公子 这乃是你命中之恶 能否安然顾过 就全看你自己 但若你起码下不了手 今日随你来扯大火的性命 就都白老 在这里了 就都白老 饿的奶神 弦渊是异火 不可老鼠 美无殖民 他说 招四方 凶魔力鬼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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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今日只是一层定局 唯有一战 扔破此二 大家 不用再顾忌什么 是否打倒持有便是 咱们 咱们 咱们上吧 愚者 敢当对无刀剑相想 只有十五一条 十 还 會 不愧是玄岩师的后人 不过 是到我就到此为止 他忍输了 不 看起来不像 硬更只小心 持有的黑验如刀 再回到七魔座验证 会威力大增 骑士的确难当 以小女子之剑 为经之计 旧师法并进持有 然后用剑气预起九一天尊之剑 一举刺断他的灵台气阙 混人以神剑之力 将持有的天魂 逼离风姑娘的身子 眼前要求 确体取胜 只怕别无他法 曾经冠凶之声未必致命 但怒方任持有参谎下去 咱们就久无圣机 殷公子 神剑是你之物 要怎么做 就由你来决定吧 我明白了 我敬意而为便是 既是如此 但我其力为殷公子料证 殷公子 心魔朱验证周围 有极强的邪气包覆 恐怕会抵消预见之力 为求一举重的 最好 尽可能靠近持有后 再发神剑 嗯 我知道了 九一千转之剑 那是九一千转剑 下呗 还想用这剑伤害无体吗 月儿 月儿 是我 求你心心吧 此女乃是无知眷主 其体与魂权为无知拱物 如便再如何呼唤 也是白费力气 吃油 从月儿的身上离开 否则我就用神剑 下呗 竟敢以神剑之位 对无要挟 罪不可赦 殷公子 不可辞意 刚忙应应 遇见响雾 灵气抱怨 奋胜飞冲 去 预约 岳世 月兒 月兒 振作點啊 這逆人不敢相信 神劍 劍這麼容易就折斷了 難道這是天意 哈哈哈哈 真是意外之喜啊 平兒 幹得好 幹得好 沒想到就尋不少的吃油地魂 就是被封在九一千鎮之間中 如今劍斷進破 天地雙魂同獲自由 從此魔王持有復活之日 已不願意啊 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 哈哈哈哈 月兒 月兒是你害死的 平兒 大丈夫何患無期 你連這點契惑都沒有 爹對你真是死亡 等到咱們靜滅天下 不知好歹的正派偽君子 是今一切 盡歸我背 要女人 還怕沒有 騙人 當年 娘死於正派之手 爹也不因此 深恨各派 甚至 不行出賣魂魄 墮入謀道 你根本是在騙我 也是在騙自己 祖 祖 祖口 你敢這樣向我講話 爹 你根本不在乎別人的死活 和人事的將來 只是一心一意 想要完成你妄圖的心願罷了 從今而後 我也不再相信你說的一切 即使今日神劍已斷 我仍會盡我全力 阻止持有 直到我死為止 你是想本座宣戰嗎 貧兒 你會後悔的 眼下無暇陪你下號 咱們父子決戰 就留到下次吧 走 可 可恨 我保護不了月兒 也保不住神劍 我 我真是沒用 殷公子 這不能怪你啊 誰也沒有想到 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 神劍的事 就站起鴿子 我想瘋姑娘的傷 應該還有救 這麼鮮密的營地休息 我已經先到天法之力 治她的傷 這樣好嗎 她的傷害有救嗎 拜吃有天魂附體之刺 此刻她身上還留有很強的靈氣 只要能保住她的元神內域不散 我一定有方法能保她一命 那 那就已經拜託子瘋姑娘了 事不宜遲 咱們就走吧